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据英美媒体7月4号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长子小棠的女友 金伯利·吉尔福尔当天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两人临时取消前往南达科他州 拉什莫尔山参加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的行程 返回蒙大拿州自我隔离 据了解 吉尔福尔担任特朗普竞选团队骨干成员 特朗普竞选团队发布声明称 吉尔福尔被确诊前没有症状 目前状况良好 小棠虽然检测结果为阴性 但也取消了公开活动 据报道 吉尔福尔身为特朗普竞选团队骨干成员 经常参加各种竞选活动 6月20号 吉尔福尔随同特朗普 前往俄克拉荷马州托尔萨 参加疫情爆发以来的首场竞选集会 当时竞选团队8名成员被检测出感染病毒 6月23号 吉尔福尔又随特朗普前往凤凰城 特朗普在那里对3000名学生发表演讲 据了解 两次集会都为要求参加者戴口罩和保持两米的社交距离 目前尚不清楚吉尔福尔最后一次近距离接触特朗普是什么时候 接触都为要求参加者戴口罩和保持参加者戴口罩和保持参加者戴口罩和保持参加者戴口罩